你好老哥,看小点儿啊 你好老板 人家瘦,家医院不瘦啊? 家医院按照不瘦,按照收整医院 不瘦?咋不瘦啊? 人家都瘦,人家还给我三百块钱呢? 多少钱应该? 三百啊,家医院 你拿来我看一下吧,看一下,瘦 人家都瘦,给 人家都瘦 你这个,为什么确定他是家医院? 我家医院看了 你要是家医院吃三百,要是家医院吃三千 实际上,老哥,我简单给你讲一下吧 首先,这个家医院,他为什么比家医院贵啊? 因为家医院,这就是一百多年的东西了 他是属于一个温物,那个老股东了 但是家医院,他就是现代国民民 他最多有一个韩音量 韩音量多少也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玩这个音乐 家医院都不熟 像不可能会给你三百一块给你熟 我跟你说吧,我都三百准备卖给他的 然后又过来一个人,他说老板黑,他给我五百 我到底吃多少年了,我想再问问,万一再给搞点了呢 你人家管给三百五百的,你一块不管给呀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刚才就说了 如果他是家医院,人家不会花三百五百手的 我凭你这个,凭我这个个人经验啊 顺眼看你这个,笔面 扁持 我个人经验,这都是整的 整的? 整一面,而且你这个包村状态可以 这上面有点磨损,但一百多年等于了 一物一价,一笔一价 整的管是三千吗? 你这还有赚光 你这个状态啊,三千块钱是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你这个是整的老板 买不到,那你给多少啊? 两千五百钟啊,买不到? 买不到 买不到 嗯 你这意思比三千还多的 对 一般,三千五? 不是,我现在听我讲话 好 刚才我都说了 家医院的话,玩医院的都不会收场 所以说,不会有人出个三五百买你的家医院 一般都是骗你的 你说我这是整的,他专门求我了 对,你看 那个人嫩黑啊 这个咋说啊,这个咱老百姓啊 反正多大的价定 不有大坏 我都说,我都说我的东西在这整的 就是啊 这个是他业给我的 这还是他老给我的 都是老人给我的 咱管是家的老呢 那确实确实不佳 你看你这个北洋龙的宝粮啊 你看这个北洋龙的宝粮 嗯 像这一点 像这一点 还有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这应该是惯常的 而且你这个龙令 龙令虽然说没有什么爆龙令 但是整体还是劝的 这个位置有一点 有一点重爆价 这个都不说 你这个贬值也没任何问题 你给我 你给我算算价钱 我不是我我卖给你 我现在用钱了 几楼用钱了 嗯,是这样 你这个刚才我看了 你这个是加肾 加南东的九大系列 输家镇最便宜 但是你这个评价不说 两个加一块的话 大几千块钱是没任何问题的 你管给我多少 刚才不说了吗 两个加一块的话 大几千块钱是没问题的 你肯定要卖吗 我卖 你给我十价 我给你 我看都看你 我都看你十价 那俩人说是家的 这两个的话 这个不说 这个是冤广的 嗯 这两个的话 我能给你到九千块钱 总 老板别说了 你这你看人家给我六百 给我一钱的 两个 你给我九千 我给你 我一看你都是实在任 老板我跟你说 我以前学过砍价 我一看你都是实在任 学过砍价 啊 那是这样老哥 我跟你说一下 你这个东西卖完可就没了 你说这一 我几楼用钱了 我等油钱了 我又再买 这样吗老哥 嗯 我这你要想确实几楼钱的话 你给我这六三点 我给你六三点 然后你如果说油钱了 你再输一句 你倒是给我 随便发红毛 一种种种了 因为啥吧 几楼钱走转呢 因为啥吧 因为这个东西啊 虽然说是北洋弄也好 嘉诚弄也好 都是铜锅 但是你卖了之后 你可以再买 但是你买的不是自己那一块了 是嘞 是嘞是嘞 我能啊 我看看吧 你要钱给我 我这两点我要钱走转过来了 我到时候回来找你 我绝对得给你好处费 你帮你 走走走走 都这样的说了 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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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